欢迎回到台湾大新闻 戏指中山高联络稻桥通车一年半了 而周边绿美化工程也早就完成了移交 不过江北桥一带的边坡的绿美化工程部分 虽然说原本枯死的樱花树已经补种了 还是有部分植栽继续在枯死当中 而且还有杂草过多的问题 在15号这天早上市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就邀请了 各相关全责单位人员现场进行会刊 不过因为植栽只饱活一年也要求要尽快补种 大大的江北里这里一直都是江北桥的中央门面 当初配合中山高联络稻桥施工现在终于复原 不过里长最近却发现缺乏管理不但杂草重生 而且有部分花花草草都哭死了 树然跟七里香死掉的 还有那个草皮啊死掉的 再把它补齐 然后说每个月能够来派那个两个人 来帮这边除草 因为他已经交了理办公除草 我看到这些他们今天来只有半年 就叫两个人来这边除草而已 那希望是每个人来 每个月都派人来除草 直到验收完成 因为当初他有叫厂商来维修 叫厂商来栽种 那现在有一部分的树 一部分的花草死掉了 厌旺去这两天才终于有人来除草 至于之前原本死掉的樱花树也已经补种 不过指着边坡绿美化的部分 还是有枯死影响景观的 会堪要求改善 但是呢现在还是保固时期 所以我们今天请我们乡根单位来 我们希望说死的枯的树木 重新来补种 让我们这块公园 给我们长江街的乡亲 有一块很美丽的公园 根据了解 因为只在饱活一年 目前还在期限之内 所以要求尽快的补种 让中山高联络稻桥 将北桥周边的景观持续美化 就像惠林细致采访报道